我在这个公园里头给大家做一期节目 说一说我所在的这个社区 在漂亮的雪花中间,慢慢的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社区叫Saint Henry社区 是蒙特利尔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社区 也是现在房地产业发展比较快的 地价涨得比较快的一个社区 在介绍蒙特利尔最富的社区,Westmont市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富人区的所谓低端人口 提到他们有能力在这个富人区周围的社区买房子 尤其是Westmont南面的Saint Henry社区 虽然紧援着Westmont这个全加拿大最富的社区 但是Saint Henry社区的居民仍然以低输入者居多 也就是所谓的低端人口社区嘛 不过最近20年以来,这个社区越来越高端化起来了 为什么高输入人群如此偏爱这个低端社区呢 这个问题啊,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会努力找找答案,与朋友们详细讨论一番 现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Saint Henry这个社区的大概情况 了解这个社区的历史,房价和一些基础设施吧 Saint Henry社区位于蒙特利尔西南区 东面是Edwarder街,南面是中华运河 西面呢是15号高速公路 北面是NDG区和Westmont市 这里原来曾经是一个小村子 村名呢就叫Saint Henry村 这个村子建于1685年 村落的名称是为了纪念罗马亨利二十大地 在1825年中华运河开造之前 这里的几处村落通过几条泥泥的小路向连接 1850年运河加宽加深之后 该地区逐渐成为19世纪加拿大最重要的工业区之一 随着皮革工业的发展 这里曾经被称为皮革村 Saint Henry的小村风貌保持的比西南区其他村落都久远一些 随着圣罗隆斯河航道的疏通 中华运河航运工农的丢失 这里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关闭了 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市民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Saint Henry成了一个低端人口聚集的社区 最近20年以来 Saint Henry才慢慢的缓了过来 恢复了经济活力 不过这个社区在蒙特利尔华人中间还是比较陌生 这里的华人居民还不是很多 尽管很多华人新移民家庭的孩子可能在这里上过学 很多本地人将Saint Henry社区的复兴归功于Edward市场的繁荣 这么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毕竟这个市场为这个社区带来了可观的流量 但是呢 单凭这一家市场还不足以撑起一个社区走向繁荣 在激发Saint Henry社区的众多因素当中 中华运河的重新起运 这个作用非常大 优美的河景吸引了大批中产阶级前来落户 现在为Saint Henry社区带来最大流量的 是位于威斯蒙的蒙特利尔超级医院 很多医护人员选择在这里居住 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上班 当然抱粗腿也很重要 Saint Henry的北部邻居 全加拿大最富的社区 为Saint Henry区的很多小生意带来了大量的消费 现在呢 我们来聊聊这个社区的房价 Saint Henry社区的房屋类型非常齐全 除了大家熟悉的Plex 排屋 独立屋 公寓等 还有大量的loft 什么是loft呢 loft就是由原来工厂的车间改造成的公寓楼 楼顶呢 特别高 隔音效果非常好 墙壁呢 也非常的结实 通风和采光都非常理想 这类的房屋非常受中产阶级的喜爱 2020年全年 Saint Henry社区总共达成了1278笔房屋交易 比2019年增长了7% 新上市房源呢 是有2316个 比2019年增加了54% 房屋库存475个 比2019年增加了37% 房屋总交易金额是7亿164万9千加元 比2019年的这个总交易额增长了21% 在独立屋市场 2020年全年 Saint Henry社区的房屋成交量是141笔 比2019年增加了9% 库存46个房源 比2019年上涨了35% 房价中益数呢 是74万加元 比2019年上涨了19% 房屋平均的交易周期是39天 比2019年的数据缩短了3天 Plex类型的房屋市场 2020年房屋成交量是187笔 比2019年减少了9% 库存房源是68个 比2019年增长了7% 房价中益数呢 是689,500加元 比2019年上涨了16% 房屋的平均交易周期是42天 比2019年缩短了23天 康道类型的公寓市场啊 2020年的总成交量是950笔 比2019年增长了10% 库存房源呢 是360个 比2019年增加了45% 房价的中益数是416000加元 比2019年上涨了14% 平均房屋的交易周期是38天 比2019年减少了9天 对比蒙特利尔地区很多社区的房屋市场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来 省恒瑞社区的房屋市场最稳健 各类房屋供应都很充足 房价和接收度比较高 涨幅也不算很离谱 现在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为什么很多加拿大高输入的居民 抢着了省恒瑞居住的一些原因 如果您观看过我前面那一期介绍 Wesemont的视频 您对Wesemont这个全加拿大的首富社区 一定会有所了解 吸引那些所谓高端人士 在省恒瑞安家落户的因素 在我看来主要分为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 外部因素当然是旁边有个高端社区Wesemont 住的省恒瑞 可以很方便的享受Wesemont的所有优质资源 而省恒瑞的各类房屋价格中一数 都仅是Wesemont同类房屋的一半 内部因素自然是这个社区方便的公共服务 和休闲娱乐环境 所谓高端人士不就那么点爱好吗 骑自行车 泡酒吧 划船 宅家玩游戏等 当然内部因素中 最重要的还是省恒瑞社区 是一个相当开放 相当有活力的社区 省恒瑞的开放和活力 在社区生活 教育 就业和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在社区生活方面 这里闲人很少 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同时 如果有空闲时间 人们也会花在各类文化和体育活动中去 要知道省恒瑞这么大点的地方 只有不到两平方公里 可是有不下三十家各类体育类企业 舞馆、舞蹈学校、健美中心、瑜伽馆、射击馆 划船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棒球俱乐部、基建俱乐部等等吧 在教育方面 这里的中小学虽然排名不算很高 但是呢,我可以打包票说 没有一个差学校 从开放的角度看 这个社区的学校不但不歧视穷人和少数族裔 教职员工还特别注意 谁家孩子中午没带饭 请没带饭的孩子去食堂吃 学校还接受自闭症等有问题的孩子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 给多多种的孩子手里拿玩具 或者呢,让他们骑在健身器上上课 从有活力的角度看 这些社区的学生都很有创意 他们会经常举办展览和比赛 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在我家孩子上的第一所社区小学 Egol Lujer Gwykney 他的那个开放日上 我看到很多学生制作的 自己未来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宣传品 都相当的精致,让我感动了很长的时间 在St Henry中学的开放日中 我们看到一个华裔小男孩 展示他们自己设计制造的运动竞技型机器人 给我们讲述他们如何去企业拉赞助 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 改进机器人的整个过程 给我很大的震撼了 在就业和创业环境方面 St Henry大量原来曾经是厂房车间的建筑屋内 入住了上千家企业 而且不断有一些新人来这里 以很低廉的价格租赁场地来创业 我就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公司 食品加工,无人机设计制造,机械模块设计 服装设计制造,电影制作,摄影等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都在努力将梦想变为现实 而且都能够很耐心地处理 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各种大小问题 这些创业人士当中呢,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了 关于我自己的创业故事 以后我会分好几个部分 好好地分享给朋友们的 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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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